我叫Zoe是一名插画师 现在正在景德镇旅游 瓷器来源于中国 而景德镇作为千年瓷都文明世界 来这里是像考古考古历史名震的遗迹 瞻仰下老艺术家们的风采 但是在这里的发现 却大大超过我的想象 在当地极富盛名的陶瓷集市上 我看见了很多别出心裁的陶瓷样式 他们的缔造者来源于这些年轻的面孔 当伊尔县城市在疯狂抢夺人才的同时 每年有将近五万外地外国年轻人 逆流而行定居景德镇 被称为景刀 而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 我毕业我没有上过一天的 随便做得好一点的朋友 一个人上五万一个人就可以 即便是不懂任何技法 都可以来景德镇完成他想要的作品 据说这里的生活自由多金零门槛 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 只要是个有艺术理想的人 就可以在陶瓷市场分一杯羹 我打算在这里驻扎一个礼拜 看看不同的年轻人 是如何赚钱和生活的 并且试一试 不懂任何陶瓷记忆的我 能不能在景德镇生存下来 首先我想知道 外来的年轻人会住在哪儿 生活成本有多少 这里附近也有一些 就是像你们一样 在做陶瓷的人吗 很多 很多 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吧 就二十到三十来住一块 刚毕业没有钱 就是为了便宜才来 像飞翔这样毕业后 住在村子里的年轻景飘 还有很多 而生活成本究竟可以有多友好 我去拜访了另一位艺术家的工作室 晚清的工作室200多平 月房租1500元 工作室包括一个成品展示兼会客的大客厅 以及容纳拉批上右 辞汇稍遥的瓷器制作全六层的房间分区 虽然说是住在乡下 实际上晚清的工作室距离市中心 也不过20分钟的车程 同等面积和地理位置下 在景德镇住一年 相当于在上海住一个月 失于远方也不再是奢望 在景德镇可以随便去油菜花地里 踏个倾放松心情 但是物价低又能享受田园风光的生活 云南有海南也有 甚至风景更佳 这并不构成景德镇吸引年轻人的核心竞争力 我更关心这里的年轻人是如何开源赚钱的 而这个噱头是如此充满魅力 所以说你只要带着你的想法 你就可以来这儿了 景德镇和西方的区别 就是在西方你做到此 你是独立完成 景德镇致词分工明确 这是历史沉淀的结果 元明清三个朝代的官窑都设立在景德镇 给宫廷做的东西代表着当时最高的工艺水平 因此需要最完善的生产链条 景德镇的官窑厂生产部门 共有23处作坊 按照生产品种和工序来区分 相当于现代的工作车间 而随着此业商品经济的发展 景德镇的民谣也便为雇佣制的工厂手工业作坊 用更细化的分工提高生产效率 相传景德镇致词共有72道工艺 而这条强大的生产供应链条 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大力出奇迹 我在景德镇活下来 就看能不能借助当地供应链 零基础烧出合格的陶瓷作品 这里这里 这里我请来了阿牛老师全程指导 在景德镇可以很方便地买到 已经做好的PT 我想找一个小一点的 然后偏现代一点 这样比较好画 好嘞 好便宜啊 看你是资富宝还是VG 资富宝资富宝 接下来便是在瓷坯上 作画上优的材料 我们采买材料的地方叫老厂路 在这条不到五百米的街上 密集分布着数十家陶瓷原料店面 半小时我花了106元 就买齐了做三组热下采的所有原料 之后便是在素P上画画 接着吹柚 可以烧窑去了 也不知道会烧成什么个鬼 景德镇有很多公共窑 可以供大家使用 十块钱就可以烧至三件 现在已经装窑完成了 然后我明天就能拿到它一盖 不是特别满意 应该说是不满意吧 上色的时候吃不准它的深浅 然后烧出来了之后也发糊 我觉得自己的发挥真的是很菜 在24小时之内 我用了不到150元的成本 就做出了三个陶瓷作品 但是这三个作品仅失败告终 想要林蒙坎捞金看来是不行了 想要获得稳定的烧制成品 艺术家们光靠老师傅的技术支持 还是不够的 依旧需要详细了解陶瓷工艺的原料 成型方式 石油装饰 以及最终的烧成 即使挺过了摇火的考验 打造出了合格的作品 我还想知道的是 锦票艺术家们 可以通过哪些渠道 把东西卖出去 填饱自己的肚子 在锦德正说陶瓷 说的既是艺术创作 也是一门生意 青花瓷风靡全世界 清前期 中国外销瓷的近一半 都是锦德正瓷器 为中国赚得了大把的白银 创造出巨额贸易顺差 促使中国经济扩张 支撑着清朝中期经济的繁荣 到1850年 道光帝在位最后一年 中国GDP总量 占全球GDP总量的三分之一 1709年 德国的一个炼金术士 破解了瓷器的制法 而后随着工业革命兴起 西方瓷器生产成本降低 锦德正瑶传统的烧制技术 无法与工业化抗衡 至此 锦德正瓷器的国际影响力示威 所以现在的锦票 是如何坚持梦想 又赚取面包的呢 你现在眼前看到 所有的那一切 都是靠盘回来的 锦德正拥有成熟的摆摊文化 楚老板通过在集市上摆摊 赚到了第一桶金 而且在与消费者面对面的沟通中 获得了最直接的产品反馈 创业集市 作为低成本的创业平台 也映射着市场的口味 为艺术家迭代产品提供了参考 但钱赚到了 楚老板又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门店 扩大以及稳固住了客源和收入 锦德正设立了很多重创空间 扶持年轻艺术家的小而美门店 但是在疫情的阴霾之下 没有一条线下去道能够逃脱其影响 疫情就对我们实体店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基本上锦德正没有人过来了 如果我们就完全靠实体店的话 就没有办法生存了 阿豪决定将主要销售渠道转为线上 由他的妻子来张罗网店的前前后后 去年年底我们最好的一个月 有六七万的营业额 同样因为疫情的冲击 乐天集市借由线上流量为线下引流 而直播平台也提供了一个外地人 了解集市的快速通道 平稳且持续地展示集市上 优秀艺术家的作品与观念 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 都在互联网的帮助下 与市场有效交互 聚集又发散出 也许可以称之为 景德正文艺复兴的力量 但是想要兼容面包与梦想 依旧充满挑战 所以你现在是觉得 你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 不 为什么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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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想要的太多了吧 讨厌专业毕业 我毕业之后要做一点 产品 然后去用这个产品换 换一点钱 来维持我的生活 但是后面 毕业之后 试着这样做了之后发现 不好 而且每天也很 很没有那个动力吧 有一个艺术家叫赵青 然后他不是做陶瓷的 他可能做摄像机 做插画 对 我看到他是应该是和文娜吧 一起来到景德正面 他在陶瓷上面画了他的作品上去 是的 就打破了刻板印象 就觉得说陶瓷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了 当下我就决定不再做之前的东西了 飞翔开始尝试结合原创图案设计 做出落有自己印记的瓷器作品 我觉得老虎是自信的 就是第一点 我是觉得老虎是威武的 自信的 就是我现在不是指老虎 但是我是觉得我 我希望我未来可以是 虽然说一直有订单 一直可以挣到这个钱 但是我更焦虑的就是说 我把这个时间换了钱 但是我自身没有进步 我很享受 就是把一个东西调整到 我自己最满意的状态 然后我再去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卖 有一群人和你是一样的 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思想 有想法地在做事情 然后有自己的一个模式在去做事情 所以其实还挺开心的 景德正的衰落 来自于大工业化时代的机械复制 而这座古老的手工业城市 如今潜藏着星星之火 或许这些星星之火 是否足以燎原 还等待着时日的检验 但是他们足够真诚 面对自己的理想 足够创新 面对传承的记忆 足够灵活 面对变化的市场 将从八方来 气沉天下走 他们构成了当代景德正的包容与气魄 而这才是景德正千年摇火永不歇的秘密 我觉得景德正是一个适合创作者呆的地方 前几天我还有一个这边我挺喜欢的一个朋友要离开景德正了 说你为什么离开景德正 他说景德正待着太寂寞了 就是这也是景德正的另一面吧 就是创作者来这边的 真的会踏踏实实的在自己的家里 潜心的去做东西 这边的艺术家更接地气 你就觉得你能跟这些人很零距离的接触 就是你们吃饭也可以在一起 然后搞创作也可以在一起 景德正最美好的时候是春天 春天就是南方生机勃勃的春天 这边真的是院子里 你随便插根草它都能火